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与老松国小举办从地图认识台北 话说地图的故事特展 特别邀请拥有50多年历史的万华在地老企业大宇出版社 介绍早期民间业者绘制地图的过程 分成传统地图与电子地图两个展区 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地图制作的演进过程 我们这边第一间就是用传统怎么制图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就是最重要我们民间地图业者的参考资料 参考依据就是政府发行的这个杭照图 那杭照图我们把它一个突幅一个突幅的拼接起来 因为它是它的比例词都是固定 它是五千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把它拼起来 那这个杭照图跟希望给来参观的小朋友或大朋友 都能够一种贴近的感觉 你可以从空中可以看到你的家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展街呢 我们就是跨到电脑绘图跟导航电子地图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制程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展场中除了有绘制地图的透明片手工原稿 可以看到没有电脑绘图时代的繁复制图技术 还可以透过不同年代的地图发现像是基隆和节弯曲直前后的变化 现场还介绍电子地图的制作过程 并且透过地图小教室教民众如何看懂地图上的各种资讯 我们这边有一个地图小教室 所以就是现在小朋友他们其实都看手机或是看那个电脑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小范围小格局的 那如果说我们要整个大范围来看 其实还是以纸图比较重要 那纸图你要看的话 你要先找我有个地图小教室 就会教小朋友说怎么看得懂地图 当然最重要你要先找到方位方向 所以直北真要先找到 比例池就是就可以知道说 地图上一公分代表实际距离的多少公分 多长这样子 所以这个比例池也很重要 然后还有教小朋友要看得懂一些图例 图例比如说因为毕竟篇幅有限 我们只能在上面做一点小记号 那这个记号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一些基本的图例会教小朋友看 从地图认识台北 话说地图的故事特展 即日起至11月7号指 每周二至周日 在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展出 欢迎民众免费前往参观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